全体下,一号戒备信号生效 预料会至少维持到明早6点 天文台说明天会评估是否有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维港天色昏暗,不时都有震风,海面上有涌浪 天文台说,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广阔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 预料明天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到珠江口一带 也可能会稍为增强 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,考虑是否有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预料明天和星期六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 离岸和高地风势会增强 而在澳门,气象局下午黄点半也发出今年第一个1号风球 市区风势不大,天气也未见明显转差 气象局说,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 一个热带低气压将会在明天晚间到星期六清晨 在广东西部到珠江口一带登陆 预料明天日间改发3号风球的机会较高 星期五和星期六有骤雨 雨势有时颇大,也有几阵雷暴 雨嚀地阶Now 雨宣誉 雨群 春雨